女肇事拿起情谱突然猛力砸落 一下砸头一下灰脸 女童吓得压低身子 小小身躯卷缩起来 但这还没完 教训体罚接二连三 下一秒突然动手大力猛推 甚至用手肘撞击脖子 本来该是气质优雅的钢琴课 女童竟然被老师持续施暴 嘴角破了好大一个洞 还冒出血丝 明明伤痕累累 老师说是女童自己跌倒弄伤 但真相是如此吗 同言同语中流露出内心惶恐 仔细看看除了推打 用手肘攻击 女教师随意抬起手 都可能郑重女童脸部 更何况还拿情谱 针对性打头和打脸 造成女童左下唇 挫伤溃疡 嘴角流血 现在跟我讲一句 嘴角流血 痛痛 我听了以后整个心里很难过 这个阴影是没有走出来的 孩子嘴角流血 父母看得心跟着躺血 这名陈信女老师 已经在业界授课超过30年 还在多间知名音乐教室授课 你没有看到我当时在跟孩子 到底是在诉说什么 他录影机他是这样子去录 有的时候角度跟这个速度 我自己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 哇塞 怎么会变成是这样 如此说法 家长仍然无法原谅 决定提购 就怕恐怖阴影 停留在女童小小心灵 挥之不去 他绝对不是只有动一次手 有更大的恐惧 会让他完全不想要去上钢琴课 记者杨中盛王千玲 台北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